好 首先要来看到的就是指挥中心 在今天所公布最新的裁剪的结果 又有一名的机组员染疫了 他是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 他也是华航货绩的机师 所以目前累计是有5个人确诊 好 华航确诊的4名的机师 分别呢 是国籍机师 也就是呢 1078 还有 1079 以及呢 还有印尼级的机师案 1091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澳洲确诊的印尼级的机师 这一位 另外他们同住的家人当中 还有案 1090 因为 1090呢 从去年9月入境之后 就没有出国时了 因此他是被列为本土的个案 但是在今天指挥中心又表示 有新增了一名死亡的案例 他是 1094 他是呢 本国籍70多岁 从马尼拉返国的居家检疫的男子 从4月8号入境之后 在4月19号的时候发生了 食欲不佳的情况 在检疫旅馆呢 也没有领早餐 后来发现的时候 他没有心跳了 在4月24号法医裁检 确认他是确诊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来听听 今天指挥中心最新的说法 有关就是马尼拉迪公司的机师 在澳洲检除community的阳性案 所以我们今天有新增一例回溯 裁检者的确诊 那他的该案员能够调查中 那这个案例是案1092 那案1092是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 那是该公航空公司的货基础员 那个案应该是说他在4月7号的时候 那因为曾经跟这个澳洲 在澳洲确诊的这一位机师 有共同接触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所谓的回溯性的裁检 那个案是在4月9号到16号 曾执行至这个纽西兰跟荷兰 那因出勤需求 曾经在4月9号跟13号进行裁检 那结果都是阴性 那出勤期间也都没有症状 那返台后在4月19号进行 检疫期满裁检 结果是阴性 那个案4月22日执勤往返日本 那返台后在住家居家检疫 那同日下午因指挥中心针对 澳洲检出阳性及时的接触者 进行回溯性的裁检 所以在今天确诊 那他的CD值是35 那二采的CD值是23 那血清抗体阴性 那看起来也是刚发病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是有关感染源的部分 目前正在调查中 所以他虽然是在跟在澳洲检出阳性的这个机师 在4月7号有接触 不过因为他后续做了三次的裁检 都阴性 所以看起来是跟这个澳洲的检验阳性的 这个案4应该是没有关系 那那会不会是 在他去执勤到纽西安荷兰这个部分 有什么样的一个受到感染 当然这还是需要再做调查 那目前已经掌握接触者共14人 那其中5人列居家隔离 那9人列自主家管理 那有14名的接触者 那5人以裁检核酸跟血清抗体 那其中4人核酸检验阴性 1人检验中 那该5人的血清抗体 这检验中与9人带裁检 医师在染疫这机组员 是不是防疫上就成为了破口呢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但是到22号为止 长榮航空累计呢 有456人接种了疫苗 但是华航呢 只有200多人 等于是只有一半 指挥中心在记者会上就说了 直接点名了华航 进度是比较慢的 不过对此呢 华航企业工会理事长他喊冤 他说大家施党的意愿都很高 但是怕疫苗会有副作用 而且呢 没有疫苗价可以请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 严重不良的反应 保险不理赔 而且呢 到底能不能算是直灾 这也不确定 所以现在呢 劳动部跟指挥中心互踢皮球 如果施打之后 相关的配套措施都没有做好的话 施打率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提升 一个月内四位机师染疫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指挥中心推给机组员施打率 还点名滑航禁度比长容慢 但真的是机师不想打吗 第三类施打对象 共三万多人 截至二三号为止 接种了一千一百九十一人 接种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八六 以我们航空界来讲 我相信大家都是愿意打疫苗 为什么 为了个人健康 为了国家政策的配合 这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打了疫苗之后 我身体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 这段不适的时候 对于空情人员来讲 他如何去派班 机组员想打却又没法解决 后续困扰 甚至还出现报名公费施打 却打不到的问题 那劳动部 我真的说实在的 他的动作慢了一点 劳动部也说 这是由那个 那个卫福部 CDC可以做决定 这会未免是 互踢皮球的方式 就怕AZ疫苗打下去 连上班都有状况 台大尔医院长指出 这次华航机是在澳洲才确诊 因此应该回到基本面 针对机组员等高风险人员 做地勤检验 险清抗体 台湾本来就是以关口 旅客以及关口的工作人员 才是最高的新冠感染风险族群 ACIP如果当初有这样子的体认 将第一批疫苗 接种于机组人员 及旅客的话 台湾就不会出现 这次的感染爆发 也有专家认为 检验筛查以及于事无补 政府若不加紧脚步 做好相关施打后的配套措施 恐怕也无法提升施打率 记者李英伟 潮湛人台北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 在今天下午记者会当中 宣布我国新增了6例境外移入 而其中有一例已经死亡 这名从菲律宾返台的70多岁男子 入住了防疫旅馆时 在居家检验的期间起满之前 因为他没有去领早餐 就被旅馆人员发现 没有呼吸心跳 后来经过的检验结果 这名男子的确是确诊新冠肺炎 那么这也是成为了台湾 第12例新冠肺炎死亡的个案 2094是本国级70多岁的男性 长期居住在菲律宾 并在今年4月8日来台 他持有搭机前3日检验新报告 那么今后是防疫旅馆进行检疫 4月19日因心情不佳无食欲等状况 那由卫生局安排就医 那因无发烧及呼吸道相关症状 故无裁检并返回旅馆继续检疫 那4月21日因个案未领早餐 那旅馆人员发现个案已无心跳 那经法医裁检于今日确诊 那个案在居家检疫期间及旧衣时 接触者皆有适当的防护 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 所以因为这一例 那我们的这个死亡案例会增加一案 那就现在有12人死亡 今天指挥中心公布了又新增了一名案例 而且这名案例已经死亡的事件之后 大家其实都非常的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华航机师连续好几个都发生了 确诊案例 那么他们曾经的足迹到过哪里 其实呢 疫情指挥中心也没有完全的公布 而其中包含了他们同住家人的那个男孩 那么他也是确诊 但是呢 却他没有特别的去讲出说 他的足迹到了哪里 只说这个确诊的同住的家人呢 是算是本土的个案 但是呢 这个本土的个案曾经去过哪里 都完全没有公布他的足迹 而且呢指挥中心还说呢 这个本土个案是因为是个很宅的人 所以呢 他只有在家里头上线上学 所以呢 在线上上学 不算是呢 去知道说他到底有去过哪一些地方 不过现在呢 交叉比对之后发现 包含了机师 还有机师的家人 另外还有个机师 他们曾经去过哪里呢 就是去过清真寺 这个在澳洲确诊的印尼籍的机师 他十多岁的儿子呢 还有他同住的机师都是染疫的 三个人他们曾经在16号的时候 到过了台北的清真寺 参加了每个礼拜五的主麻日 事发之后呢 台北清真寺紧急的通知 在23号 就是要暂停主麻日 而且要追踪当天到过清真寺的信徒 但是当天去过的人有多少呢 有400人 虽然呢他们是戴上的口罩 量了额温 但是呢 他们在一起 群聚的大约有一个小时 指挥中心认为说 当天他们是戴的口罩 虽然是没有实名制 但是400多人 他们现在都必须要自主健康管理 只是说没有名单 专家非常担心 如果没有匡列的话 可能接触者进行检采 不然的话接下来 恐怕会为社区的传播带来引用 肃穆庄严 宗教活动现在恐酿成社区破口 华航印尼籍基师 在澳洲确诊新冠肺炎 他的十多岁儿子 和五十多岁同事基师也确诊 三人四月十六号 皆参加台北清真寺活动 事发后台北清真寺 脸书紧急发文 二十三号当天 暂停主麻日活动 总干事王梦龙表示 确诊基师前往当天 四月十六号是主麻日 也就是每周五固定距离 当天信徒约四百人 皆有戴口罩量体温 保持一公尺距离 面对同方向礼拜 停留约一小时 是否摘戒月 并未交谈或是饮食 但早在二月份 台北清真寺已取消实名制 现在确诊者的疫调难追查 指挥中心仅呼吁 当天参加礼拜等人 自主健康管理到三十号 穆斯林在台人数约五六万人 大部分为外籍移工 即便不跟教友交谈 也难免接触照顾者或社区民众 加上伊斯兰教的摘月 从今年四月十三号到五月十三号 虽然规定日出到日落不得饮食 但五月结束后三天即为开摘 也是穆斯林的新年 将会举行多场大型聚会 届时防疫该如何落实 专家忧心不是没原因 因为先前韩国发生多起宗教活动群聚事件 专家表示 接下来一周将是观察期 若有人确诊 将会是台湾社区防疫一大考验 记得陈建安要向于台北采访报道 印度的疫情现在也失控了 在二十三号新增了 超过三十三点二万人确诊 三十三万人 真的是创下了世界记录 而新德里甚至每五分钟 就有一个人死亡 现在医疗体系 可以说是全面的崩盘 氧气医疗物资非常的缺乏 而法院还痛批政府 没有清醒过来 说不管去求去借 甚至用偷的 都要把氧气弄到手 加护病房筛报病患躺在医院外垂死挣扎 同时又不断有病患被送进来 印度疫情惨重 二十三号新增超过三十三点二万人确诊 创下全球国家单日确诊数新高 而就在二十一号又有三百名搭机乘客 抵达印度阿萨姆邦希尔恰尔机场之后 拒绝接受裁检 拿完行李就逃走不见人影 媒体指出印度民众只要花钱 就能买到阴性正名搭机出国 加拿大就是受害国家 因为印度旅客只占了加国入境旅客的百分之二十 但验出阳性的旅客却有一半都来自印度 加拿大因此宣布禁止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航班入境为期三十天 英国和阿联也已禁止